说到雨泉这个组合 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 尤其前段时间参加了某歌唱比赛类节目 拿了冠军之后呢 这个组合的人气又更上了一层楼 其实雨泉已经默默地陪伴了我们整整15年 前段时间呢 雨泉也在北京举行了出道15年的答谢晚宴 这个不像我们一般看到的演唱会那样哦 因为现场来了太多他们的朋友到场助阵 所以整个看起来更像是一个私人的派对 今天来一位哥们来助威来了 特别期待进去以后会有什么样的惊喜 准备好好开评了 到期了吗 都到期了该来都来了 上天的答谢会 不仅如此众多的圈中好友到场 雨泉还免费对外送票 吸引了大批歌迷从全国各地赶来支持自己的偶像 而开场第一首歌 雨泉便选择了很有寓意的在一起 当晚雨泉邀请来了四位主持人好友担当主持 为了配合当晚轻松的气氛 其中三位现场就模仿起了一段雨泉和邓超 在某歌唱比赛时的表现 而为了模仿更加贴近本人 理想还专门向邓超借来了同一件衣服 而四位主持人中的另外一位黄建祥 虽然没有唱歌 但他也没闲着 由于胡海泉之前在主持某节目时 常言说错话做俯卧称以做惩罚 黄建祥就借此送了一个特殊的礼物 与主持人的脱口秀相比 这场连续了近三个小时的答谢会 歌曲的部分也丝毫不逊色 雨泉演唱了《最美》《冷哭到底》《深呼吸》等 他们从出道至今的多首经典歌曲 让到场的好友和歌迷大饱而敷 非常好 最美 相当震撼 我唱的一支歌《独自等待》也是他帮我做的 陆哥的手打着掉皮来的 所以就说雨泉他们人品特别好 15年今天不容易走到今天 希望他们可以再多个15年 我们一直就也没给自己想太多帽子扣 然后另外雨泉在一起不是声扛 我们两个人坚持 我们是享受在其中两个人之间的那种默契 以及不同撞击出来的这种火花 不生 M them 勿こと 永远在一起 Manager 上